最近哈里王子和梅根一反常态 他们决定不再针对王室 希望王室能重新接纳他们 继续为王室服务 查尔斯国王还是心疼儿子的 不管哈里王子再怎么胡闹 始终是他的儿子 血浓于水 他表示 只要哈里和梅根是真心悔改 并且能痛改前妃 好好服务王室 他愿意重新接纳他们 对于哈里王子一家的请求 卡米拉非常生气 他认为哈里犯的错不能被原谅 必须好好惩罚哈里 将两人彻底驱逐出王室 才能解决问题 显然卡米拉的想法 跟查尔斯的观点南辕北辙 他们这次已经好几周 没有和对方说话了 毕竟不是亲生的 卡米拉一直都讨厌哈里 他觉得哈里总是和他作对 从来没有尊重过他 包括拿鲜花砸他 不把他当母亲一样孝敬 哈里王子因为母亲戴安娜王妃的死 一直对卡米拉耿耿于怀 他曾称卡米拉是恶毒的继母 他说卡米拉是个危险的人物 处心积虑蓄谋已久弄到这顶王冠 就是一个恶棍 他曾对媒体提到 卡米拉是一个不择手段 牺牲妓子以提升自己地位 还故意向媒体泄露王室秘密的邪恶祭母 哈里王子对卡米拉的恶评 让卡米拉更是对他失去了好感 卡米拉不希望哈里再回到王室 最好是离得越远越好 鲍尔斯却站出来为他的母亲卡米拉鸣不平 鲍尔斯是卡米拉和前夫安德鲁帕克鲍尔斯的孩子 鲍尔斯对媒体说 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 我母亲也没有蓄谋已久 他只是嫁给了他爱的人 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然而事情真的如鲍尔斯说的这么简单吗 用龌龊的手段得到的爱情 能是真爱吗 如果查尔斯当初不是王子 他和卡米拉之间还会不会有故事 这就不得而知了 戴安娜和查尔斯的婚姻 因为卡米拉的介入而破灭是不争的事实 也是威廉王子和哈里王子 至今不肯接受卡米拉的原因 威廉王子和哈里王子 曾一起请求他们的父亲查尔斯 不要娶卡米拉这个坏女人 他们没有办法 天天面对这个仇人 查尔斯一意孤行要娶卡米拉 他甚至说 宁愿不要江山 也要跟卡米拉在一起 卡米拉确实占据了查尔斯的心 自从娶了卡米拉 王室出现了质疑查尔斯的声音 人们不再相信这么不顾王室颜面的人 能管理好整个江山 女王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不得不出面解决这一切 她妥协了 答应卡米拉进入王室 当然 卡米拉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摘除子宫 外界的问题可以解决 内部的矛盾却没有那么简单 查尔斯的一意孤行 让他们父子三人从此离心 再也没有往日的父子轻身了 或许是年纪大了 查尔斯国王现在越来越怀旧 他一生就两个儿子 现在还有了五个可爱的小孙子 可是他却觉得越来越孤独 谁不想儿孙绕息 即使他是国王 对于哈里的回归 查尔斯国王感觉欣喜 他盼望的一家团聚 或许就在眼前 卡米拉的态度 却依然坚决反对 他不愿意哈里王子 再出现在他面前 查尔斯对卡米拉 一向是要星星不给月亮 这次在亲情和爱情面前 查尔斯国王 到底会如何选择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随着威尔斯亲王威廉王子 2023年9月前往美国纽约参加活动仪式 人们纷纷猜测他和疏远的弟弟哈里王子 是否会在多年的紧张关系后 最终在美国土地上团聚 但一些王室观察人士表示 梅根马克尔可能会阻止任何可能的兄弟聚会 根据英国禁报的一篇新报道 威廉王子在即将到来的美国之行中 安排会面的可能性很小 虽然没有引用任何直接消息来源 但这篇文章推测 哈里王子和梅根马克尔 在2020年退出王室 引发的深刻分歧仍然太大 无法让威廉王子和弟弟举行和平峰会 一名王室粉丝在社交媒体上回应该报道称 哈里王子永远不会和威廉王子见面 梅根马克尔永远不会允许这样的会面发生 因为他故意将他与家人和朋友隔离开来 这句话触动了一些粉丝的神经 他们把哈里王子的感情破裂 归咎于梅根马克尔 自从搬到家乡加利福尼亚州后 他和哈里王子在王室之外 建立了越来越独立的生活 批评人士称 梅根马克尔故意让哈里王子与亲人保持距离 并鼓励公众批评王室 有报道称 他在发号示令 这加剧了人们对哈里王子和梅根马克尔夫妇 婚姻关系紧张的描述 但也有人认为 在感到不被王室接受后 哈里王子和梅根马克尔夫妇 为了他们的精神健康和隐私 共同决定退出 他们认为哈里王子是心甘情愿的 以他认为给他带来终身痛苦的机构保持距离 哈里王子本人在宣传他的回忆录备胎的采访中 是梅根马克尔帮助他摆脱了他所憎恨的 被困住的王室生活 他没有感到被控制 而是对梅根马克尔促成的新篇章 表达了感激之情 不管谁是罪魁祸首 大多数王室内部人士都认为 哈里王子的爆料带来的不和 使威廉王子的美国之行 不太可能坐下来谈判 据说威廉王子尤其担心 私人谈话会出现在 哈里王子的下一本书或采访中 威廉永远不会和哈里王子见面 因为他担心他说的任何话 都会被写进他的下一本书 而且很可能被断章取义 这位王室粉丝说 消息人士称 尽管有报道称 长尔斯国王最近努力促成和平 但威廉仍然被哈里王子的公开攻击 深深伤害 现在任何会面都会给双方带来风险 然而有传言说 哈里王子也在寻求和解 因为他正在努力 应对美国的乡愁和经济不稳定 因此如果伸出橄榄枝 也许梅根会为了家庭团结而允许 最后 王子们是否会在威廉短暂的美国之行中见面 取决于他们是否准备好超越挥之不去的不满 在遭受了如此多的背叛和痛苦之后 两人都不会因为谨慎行事而受到指责 然而在他们深爱的祖母去世之后 对治愈的强烈渴望将继续推动兄弟俩走向最终的对话 当团聚发生时 这将是在恢复信任和理解的漫长道路上 迈出的私人的情绪化的第一步